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重磅的消息 就是我们的离安资产的信息正在逐步的交换回国 特别是比如你的银行卡是开在香港或者开在新加坡这些地方 那么通过最近中资银行的背后的一些动作我们也看得出一些端倪 所以目前我们现在不要再出京到香港或者新加坡的这些银行了 因为很可能这些都是未来你会成为税务监管部门 对你进行一个追缴或者说罚款税务的一个证据 然后这个视频我也会分享一个真正的适合我们离安走资的一个方案 全程几乎是零费用 然后安全性也是非常的可靠 隐匿性更加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金额可大可小 对于我们普通人赚了点钱 好不容易出到国外来说 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安身立命的一个方法吧 先来看一下最近中资银行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近中资银行特别是以中国银行为首的开户成功率可以说非常的高 特别是对我们内地身份过去包容性也特别的强 你也不需要买什么保险 跟客户经理甚至说不需要聊什么 他就知道你来开户 你提供了这个三件套之后就开户成功了 成功率感觉我已经达到了99%以上了 那么大家不要觉得说好像是什么特别好的事情 其实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国家为了这个CRS税务交换 还有就是国内的这个精髓四夕做的一个铺垫的 我们可以看到最近这两三年以来是把什么个人所得税APP 然后个人养老金账户 各个行业的这个反腐打压追缴 这一切其实背后都有一个目的 我一会儿集中来讲 然后同时由于香港实施了国安法 然后中资银行也是受制于国安法的 那么香港可能真的是不会再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立案中心 同时伴随着香港的移民潮 国内又去推动高材和优材的这么一个计划 香港的核心地位核心竞争力正在逐步的递解 我们的资金也同样只能说第一站到了香港 但是呢它一定不是我们的终点站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整个行动的目的是什么 首先我们看看行动的目的就是国家的衰退 其实是真的顶不住了 国家真的太缺钱了 面对美联储的这个加息 可以说把我们中国的经济搞得是完全是扶不起来 只能通过搜刮明纸明膏重新征收再去分配 然后实现一个经济在平衡的吧 可以说衰退肯定是实锤了 至于什么时候复苏 这个我觉得在改朝换代之前和中美两国关系恢复一些正常贸易之前都不可能逆转 大家应该都懂我什么意思 所以现在呢就不要再出京到港卡或者说新加坡 包括任何一些CRS交换国里面的这些当地的银行了 一会我也会把这个CRS交换国就是放在评论区的下面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 不要出京到这些地方 那么资金到底该去哪里呢 其实美国就是没有加入这个CRS的交换国的 所以目前对于我们大陆的居民来讲的话 其实把钱放在美国当地的银行 美资银行是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做法 那么对于大家比较难搞定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如何把钱通过像我前面说的盈利性 然后这个零费用的去转到美国去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这个这个办法 那其实呢大家在国内相信都可以实现这个前两步啊 第一个就是说换汇或者说你换优 然后把钱打到你这个香港银行卡 那这一步呢基本上大家都是可以完成这个操作的 完成操作之后呢 非常关键我们同时要具备一个这个美国当地的券商 比如说IB啊 银头证券啊 这个嘉信啊 第一证券之类的 然后通过这个ACATS啊 这个通道 这个通道呢跟大家简单说一下 就是美国当地啊 就是他们国家证券清算公司的一个这个转账服务系统啊 它呢是可以把你在不同券商之间的这个股票期权现金啊 可以作为这个这个相互转换的 然后大大的券商基本上都是不收费的零费用的啊 而且这个盈利性也非常的强 因为它中间的是不走这个中间行的 是没有什么国际电汇啊 这一说法的 这也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记录的 也就是说当你的资金啊 通过香港的银行卡到了IBKR之后啊 或者说到了银头之后 你再去换一个渠道 哎 比如说你先到了IBKR 然后走ACS APS到这个嘉信 然后到嘉信 哎 你可以到你的这个ACH 到美国银行卡 比如说华美 摩根纳通啊 富达你都可以 然后同时呢 你把上面这些银行卡和券商的户啊 都消掉 那么这个时候可以说 你就是完成了这个离岸资金的长征之路 也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吧 因为消户了的这个户口 基本上是不会再去追查的了 那么当你的资金到达了美国的时候呢 你可以通过申请这个 美国的这个信用卡啊 实现这个消费 或者说用debit card 在国内的曲线 当然这还不是最保险的 那么更保险的就是 你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拿着你的银行卡 美国的银行卡 你去境外旅游 或者去香港 你直接取现美元啊 这个或者说投资一些实物 那么这个隐匿的手段 安全性呢 也会更高 是可以说是完全的规避了这个税务的稽查吧 所以总体来讲 方式方法呢 这个应该是最安全的 也是我们作为老百姓 好不容易赚了点钱出来了 可以安全的规避一下国内的资本风险 金融风险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吧 反正总的来讲 就是小心使得万年船 我们这条方法呢 也要分批啊 少量多次的慢慢去走 也不要一次性走了太多啊 最终才能青州一过万重山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有什么我们评论区沟通一下吧 好 如果你能看到这里的话 欢迎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谢谢